就是车子被灯光擦掛了 灯都坏掉了 有喷水的也掉了 这边 哎呦 这个灯台 城市挺厉害的 钢圈都出来了 这个钢圈都坏掉了 这边擦的比较多 这边玩的 撬 这边还有擦瓜的旗 这个坑不是 这个开始以前我自己好像是别人爱了一下别注意吧 这个是以前的老的 嗯 这一下 这个 要重新 重新搞 反正今天 放在4月10点 然后就下午定手 对方的全责 我正常行驶 然后那个车停在对面 它是以后我是并排的 他没有停 没有停正 它是异象的停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然后并排了 然后他想在这个地方调堂 很窄的那个向荣桥 向荣桥 接那个很挤的巷子里 哎呀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根本完全杀不住了 那个速度根本就是一秒一秒钟之之之对吧 就觉得不对头了 马上停 当时速度都比较慢 应该就是三四公里啊 四五公里的速度啊 因为我觉得左边有车嘛 有些异象停的 异象停的车嘛 有些没想到他那个灯 对面那个车 灯都没有开 直接就冲出来了 直接出来之后 好像他是跑滴滴的 他接这个订单嘛 接订单之后 他没他来看路线 然后又去想直接掉头 他说他想掉头 看我的动作就是直接掉头啊 我想他没没注意到车子 哎 我家楼下 就在家楼下就这样子 被插瓜了 这灯挺说挺贵的啊 这灯以前召回一次 第一批的车第一批的 这个召回来之后翻到新的 那个这个这个真的你看了 这质量还挺好啊 昨晚上正常跑 都没有什么问题 一点不影响 这下雨的时候有可能也不行 就有雾了一些啊 人圈 这个人他也报废了 他以前那个是跑滴滴 他以前跑了五年的出租车 他说这个情况没事 你继续用 他说没事 他能给这个不用担心 可以跑 跑慢一点 我说好吧 今天早上 我约他就在快速中心去办那个 快速他说你没有事 是晚上发生的吗 我说是 晚上发生的 他是几点钟 我们说十点半左右 十点半啊 他说那不行 你没有报警吗 我说没完 我们直接走到派照 直接就约到第二天 走快速中心吗 他说不行 这个里面要报警 他说刚刚规定了又换了 然后我们跑三分局 从火车站那边 一个快速中心 高兴去快速中心 到交警三分局 我们因为我发生事故在 紧张区嘛 紧张区是第三分局 跑过去之后 那个运气还好 没人排队星期天 然后我们去把身份证 驾照啊 那些保单 打印出来 交给那个警官处理 处理之后 让我们去另外一个快速中心 任何一个快速中心 都可以 他是任何一个快速中心都可以 让我们去把那个认定书打出来 他们的地方打不出来 他跑过去 我们去了一个比较近的 三两三公里左右 去了之后 啊我看哇塞 怎么我的牌照不一样啊 牌照 我是10吧 他们打在80了 然后我们又反而回去 又到交警三分局 他说这个 我让他们改一下嘛 那个他说不行 今天系统 他说我手机登录 那个手机上面操作的 在电脑上面改 他那边星期一就是明天嘛 明天的话 到那个窗口去办 盖了个四张嘛 盖了个四张 然后我们就约到明天嘛 就是明天 然后那个人他的温饱养工师 定省的那个 定省他说你有没有盖四张 他说你有盖 他说你可以直接开到四十天去定省了 我说好嘛 就直接开到这家 长征 沃尔沃那边 航天礼礁的地方 哎 第一次出这种 保养很好了 我觉得 就是肯定当个时间嘛 然后这个 现在定省他还没过来 反正我对了四个时间 他们帮助上处理 这个 初步应该就是把那个全面处理 做好了 灯放掉了 然后把那个 左手边的旗 飞不成以前的旗 因为我这个车改了摩的 以前是深重色 我改了白色 白色蜡脏一点嘛 哎 然后他说把那个旗做好之后 飞不成以前那种 其实没什么做的 那要去 专门改 改那个推模的地方去 重新推 推了之后 他们把温饱是 要那个 要那个重新 就是 就是 基本上要看怎么操作嘛 不重新贴一次 肯定要在这种白色的嘛 不可能 我以前是深重色 我车上 行驶证和登记证书都改了的嘛 还是都是白色 他肯定要飞不成以前的那种颜色嘛 所以说 我说这个车 两天两达到嘛 以前还是二十年三天 不知道 改色的话 要等 去做好了之后 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 我在那个量车会做的 量量车会以前 搞了 这个车 颜色有点不一样 因为第一次推好之后 后面的车门 那边 下面两个车门 下面遇到那个 移青 新施工的那个路 那边移青就站在上面 站下面 有变色了 然后这样 变色了之后 又重新把四个门重新推了 所以说这个白色不是很 整体性不一样 门的话 白一点 前面和后面就 颜色要深一点 这边是长征外卧 这边就农泉生产基地表近 直线也就是十多公里 来 就做个纪念嘛 反正 做个留言 也不是留言吧 记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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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